推荐经典 收藏回忆 欢迎来到Gail Game藏经阁 我是考古阿普John 2006年Alice Soft推出了 塔房NTR雏形的作品 七管炎 故事说的是即将大学毕业的 心语性戒 过着没有女朋友 甚至连绯闻都没有的生活 心急如焚的父亲向性戒提出相亲 扮强迫性的让性戒和素未谋面的 二人开始同居生活 同居对象里 妹妹叫秦月圆 而她的姐姐奎孝良负责监视 于是和美女姐妹的奇妙同居生活 就这样开始了 其实我们一打开游戏界面 这个熟悉的A社System 4.0 几乎能一眼断定 这就是七中密系列的续作 但本作却没有挂上七中密3的名称 可想而知 这一作肯定是要做出巨大的改变 而事实果然没错 七管炎把原本七中密一二代 在这种单纯的NTR别人的模式 变成了互相NTR的玩法 塔防NTR的雏形由此开始展现 并在之后的母娘乱管七中密三中 得到发扬光大 这两作的视频我都已经做过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一步去看 众所周知 NTR是A社拔座七系列的核心部分 把单向NTR变成了双向攻防 这其实是对核心体系的重大升级 同时也是非常严峻的考验 七管炎的游戏内容非常庞大 一般Gail Game的游戏跨度时间不会太长 如果比较长的 中间都会采取跳跃式日期推进 来缩短无聊重复的过程 比如下集生这种 但是本作三个月的游戏流程 完全没有跳跃 每天都有需要安排的内容 这90天的容量真的是太庞大了 地图也不再是前两作里面 小小的一个公寓楼 可移动的地点多达16个 可攻略的人物也从前的两人 扩展到6人 这种疯狂的扩张内容 是因为A社良心发现 要用充实的内容回馈玩家吗 如果你这么想 那可就太天真了 关键问题在于 NTR变成双向以后 女性人物在被玩家和隔壁老王攻略时 都需要时间 因为首先从人设的角度 玩家攻略的角色肯定不能是浪货 这个设定就注定 你总不能今天去明天就搞定上福利吧 必须有一个渐进互撩的过程 这也是7系列的精髓所在 既然如此 隔壁老王不也是一样吗 比如女主 葵笑良身边的隔壁老王 就有足足三人 每个人都有渐进故事 可本作可攻略的女主又是6人 这样几何级的内容增长 不用90天的时间根本装不下 不过在这方面 七管炎仍然还只是个过渡作品 并不是所有女主都有多个隔壁老王 葵笑良几乎一个人就占取福利部分的一半 本作的系统更加复杂 光自己就有体力精力欲望值三个指标 女主的数值更是多的目不暇接 每一个指标都有作用 比如石油的金钱 可以买各种药补充体力 老司机们这时候都露出了会心一笑吧 而没有体力就没有行动力 哪都去不了 各种指标之间都有复杂的关联程度 形成合理的系统闭环 所以本作很难有详细具体的攻略 就是这个原因 可玩性极高 七系列的实用度就不用我多介绍了 拔作中都属于拔尖的 如果让我说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 就是因为要配合被别人NTR 所以很多女主都有些莫名的圣母性泛滥 一脸傻白甜的样子 这也是七系列的老问题了 毕竟这属于没办法的妥协 综上所述 七管言我给85分 拔作中的精品 一扫七中密 一二代短篇小品 快速圈钱的观感 三年磨一剑 诚意十足 推荐给所有不排斥NTR的朋友 其实这种转变也是不变不行了 七中密一二代卖的 就是个NTR噱头 小成本 低价格 短平快 但是七中密二的质量 其实已经严重下滑 皮态尽险 不做大刀阔斧的改革 只能是死路一条 但是A社强就强在 它总在做自我完善和革新 从单向NTR变成互相NTR 再变革到最后的塔房式NTR 由此延伸更多的系统 七系列这一路走来 最后能获得如此好的评价 没有这些前作的积累 试错 变革 创新 是不可能做到的 另外要注意一下的是 本作可以选择 有没有香苗的补丁 连尖香苗是前两作的人气女主 不过个人觉得 不打这个补丁也无所谓 因为这种隔空乱入 有点割裂感 存在性也不高 另外一个回忆杀则是 每一代都不会缺席的成人用品店老板 还有就是本作的自宅和七中秘三中神社母女的结局 是同一所房子 这些都算是小彩蛋吧 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 请一定要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给个三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